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回到色标所在的区域 第二 识别到色标 第三 沿色标前进 第四 找到放宝区 第五步 放宝离开放宝区 所有的小任务完成之后 整个任务并不会完成 因为在整个过程中 还会出现超级宝藏 所以还要进行超级宝藏的数据任务 我的比赛策略 就是在前半部分时间 尽量多的捡取宝藏 然后在最后统一捡取超级宝藏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我把整个区域分为三 九个格 从左边开始 这边是一号 二号 三号 中间是四号 五号 六号 右边是七号 八号 九号 这是我整个比赛的流程图 首先在一开始转到270度 然后前进 避兆 减宝 之后判断小说是否晚宅 如果不是晚宅的话 继续 继续减宝 如果晚宅判断小车是否在 一号 二号 五号和八号区域 如果在 那么转到紫色色标所在的区域 找到紫色色标 转到零度并沿色标前进 找到放宝区 放宝 离赛放宝区 如果不是 那么判断小车是否在 四号 六号 七号区域 如果在 那么转到五号和八号区域 那么继续前面的规则进行运行 如果不是 那么说明小车在三号和九号区域 而放宝区就在三号和九号区域 所以在区域内前进 避兆 找到放宝区 放宝 离开放宝区 之后 判断场地里是否已经生成超级宝藏 如果生成了 那么超级宝藏的数量加一 如果没有生成 时间 判断时间是否大于五分钟 如果不是 返回继续减宝 如果是 那么判断超级宝藏的数量是否大于零 如果不是 那么返回继续减宝 如果是 就开始进行超级宝藏的收集任务 首先 转到最近的墙体 并保障机器人和墙体之间有15米距离 连着墙体前进 避兆 减宝 然后判断 宝藏是否小于六个 如果不是 那么返回放宝 如果是 判断小车是否减到超级宝藏 如果不是 返回继续减宝 如果是 判断超级宝藏的数量是否大于零个 如果不是 返回放宝 如果是 那么超级宝藏的数量减宝 然后返回继续延墙体 行进 避兆 减宝 这就是我整个的比赛过程 当然 在实际运动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地方和预想的不一样 比如说 在4号场地减宝网的时候 我想让它先进入5号场地 再进入2号场地 找到色标 返色标进入3号场地的放宝区 但是 在实际运动的过程当中 小车经常不会从5号场地管进2号场地 我想问题可能出在 状态值设的不对 那么通过检查确实是这样 我把状态值改成正确的 应该是从4号场地进入5号场地后 让状态值等于7 然后当状态值等于7的时候 从5号场地管进2号场地 之后状态值等于6 通过这样改了之后 小车确实是按照预想就要前进了 这次比赛的结果虽然还算可以 但是程序里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如果说还有机会再次改进的话 我会改进我的比赛策略 尽量成套地捡取青色红色和黑色的宝藏 然后生成更多的超级宝藏 并改正超级宝藏的收集策略 通过这次比赛 我意识到细节很重要 一个很小的细节错误 就可能导致整个程序的失败 遇到问题时 要冷静地思考和观察 发现程序所在的问题 并加以改正 这就是我对预算的总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